明模乌亚新近日出席某品牌美发活动 不仅向公众展示新品 新装卷发的乌亚新本就美不胜收 还当场示范由美发师现场使用该产品处理自己的头发 可谓十分敬业 年关将至 辛苦工作了一年 乌亚新称很想带家人去日本一起度假 但是因为不是大宅门 人数凑不够一个团 所以不能独立成团 但乌亚新又不想和陌生人同游 故计划还是计划还在摇篮之中 反正是想说跟家人去北海道 家人 嗯 就跟我的十三口子 这个花很多钱 六十几万 对啊 因为你看一个人五万多 十三个人 我已经算大概六十几万 然后我就跟旅行团的人讲说 那我可不可以自己讲十三个人 对 出一个团 就我们自己讲 他就说因为现在是过年 就是很夯的时间 所以一定要二十五个人才可以一团 因为都包集团嘛 寒冬年底不免令人有些感慨 乌亚新昨日更新了微博 但是却被媒体追问 是否话中有话 聪明的乌亚新称 就是一些随感 与感情生活状态无关 就昨天 就突然有感而发啦 没有就是一个开始啊 结束就是个开始 全部很多事啦 并没有包括谁谁 就是我觉得一个新年嘛 对啊 结束就是个开始 就好 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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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TORONTO